在半导体产业当中客户资料是最高机密 美国政府勒索的数据主要包括了过去三年企业订单出货情况 库存情况等等 这些数据对于半导体厂商来说究竟有多重要 而把数据交给美国会造成哪些直接的后果呢 哎呦这个是太重要了啊 首先咱们来看这次他要的是什么数据 他这次要的数据呢 是主要是这些芯片生产厂家 他给的给出去的什么产品 给了多少给了哪些客户 那这个数据一给出来之后 那不就等于你就裸奔了吗 作为这个芯片制造厂商你 你什么东西都被别人知道了 这一下你这个商业状态别人都知道 知道的清清楚楚的 好了我一再说啊 这芯片不是最终的产品 最终它是为下游的生产汽车的呀 生产什么电子产品的呀 生产家用电器 反正你生产这些用到芯片的地方 你都要用都要用的芯片吗 那好了你把这个资料给了美国之后 也就意味着你把下游的那些客户的情报 比如说你给那家汽车厂 他要了哪些芯片 那就可以估算出他生产了什么汽车 他未来的预言方向是什么 客户的情报也就全都等于就全部就抖出来了嘛 从而呢美国可以窥探到 未来的不同行业的这个产业的动态 这是相当机密和相当重要的东西啊 你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电动车产业 我下一步我要研制什么样的汽车 我要怎么去占领这个市场 这是极其重要的这个商业情报啊 我通过你的原材料的使用 那我这边怎么来跟你竞争 我心里有数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从这上面来你可以看 这东西是可以说是决定着 美国是否能控制这一套 不光是控制半导体产业 而是能控制整个相关很多产业的 一个核心的命脉啊 这就要看美国要的数据 他要干什么了 首先他最最基本的目的就是 他知道了他配套链之后呢 他就可以去优先满足自己的企业 你知道美国的汽车行业各行业 他不也缺芯片吗 他可以调配这个东西 舍去别人的利益满足自己的 再往下来讲 他可以为他下一步进行贸易制裁 科技制裁等等这种打击 去打压同行业呢 积累这些数据啊 第三一个更重要就是 美国现在发现 他这个产业链已经不安全了 特别是芯片的制造业啊 大部分的集中在台湾地区 他对台湾地区这个不放心 他要拿回他的本土 他要重塑这个产业链 这是他最核心的目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茟